有人说汉帮菜的东坡肘子最好吃 作为一个四川人 一个四川厨师 包括苏东坡他老人家 肯定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爷爷才第八道 煮一个美甩版本的东坡肘子 看见 先把肘子的毛给它瓢了 皮质顺便给它烧一下 这样子吃起更软了 烧的猪蹄子刮起根结 煮蹄子开下来 下锅 蹄子也下锅 大葱来点 琵琶 老姜 白酒来点 汆倒水 汆好之后洗干净 汆水以后走自身下心 你看它露出来就说瘦的 我们要把它切一下 这下做做就漂亮了是 看见没有 再吃下锅 蹄子也下锅 看来开起来这坨瘦肉 水开了 把泡子打盖起 肘子烫 蹄粉烫都是烫了 老姜来一坨 海外花椒来个十八可 东坡肘子加点底味 一般炖肘子 清炖肘子可以不加盐 所以就再来点鸡姜 这个时候关中小火 先炖它两个小时 美菜这个东坡肘子 它的味性是豆瓣带姜 是辣的 这点我要说一句了 这个东坡肘子 虽然说肯定没有吃过 为啥子 因为这个时候海椒还没在中轨 来 柳橙油温 豆瓣下锅 盐子下锅 肘子 肘子原汤下锅 来一点酱油 加一点白糖火锅味 千万不要加多 头刀加醋 这个要分两次加醋 味道才浓 够芡 这个芡稍微扯浓一点 要稍微切大火够芡 加点味精 来 起锅关火 关火以后再来点醋 葱花下一半 香菜下一半 花椒油 要把肘子小心翼的 不要蒸起来 有条件的 不要捂一个边 挂子 倒点点新鲜的蜂花 还有香菜撒起 对了 这一口下去就行 满足 八十一半 说回没有 今年是过年 让我们一起吃 火炸 火炸 黑炸 入味 火炸 好